这样就看清了 当然了 这么大的硬币 只有在魔术的世界里面才有 正常生活中硬币 应该是 这个样子的 继续回到 三枚硬币的魔术 接下来这个魔术 叫做硬币穿桌子 当然了 这个桌子前面有遮挡 各位可能看不清 桌子下面的情况 为此呢 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桌子 在这里 一张小桌子 它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各位 清楚地看到桌子上面 和桌子下面发生的事情 我这里有三枚硬币 我要做的是让 这三枚硬币 从桌子中间 穿过去 那么现在桌子下面有一枚硬币 手里还有两枚硬币 我要增加一个难度 把这两枚硬币 放到杯子里 通过杯子 让它 穿过去 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枚硬币 最后一枚硬币 也是最难的硬币 因为它没有其他两枚硬币 可以为它做遮挡 那么同样呢 这枚硬币 会在这个位置 穿过去 谢谢 好 感谢陈慧 挺精彩 几门硬币玩得出身入化 这要是给你搁的村车场 你还了得 你来问一下对面我们的三位裁判老师 都是纸钞 石先生 您觉得他的艺术怎么样 人很帅 纸活也很帅 出活手底都非常快 很干净 很漂亮 给你一点建议 特别是近景魔术 语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 因为你一边变 一边要说 现在你的不足之处是什么呢 语言比较单调 一字调 你有阴阳顿挫 你比如说你中间变这个魔术 你用了几次 谢谢 你这个谢谢和你投了 那些语言根本就不搭嘎 就很突然 谢谢 谢谢 很生硬 如果你把你的语言组织好 语言再攻破一下 你这个节目就更精彩了 祝贺你 谢谢 谢谢 你怎么又说谢谢 谢谢石先生 表演挺好的 略显 略显羞涩一些 有个地方还需要调整 挺好 贺老师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刚才石老师说的特别对 特别好 我也是同感 但是我觉得你手上的活都非常好 我觉得技术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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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慢慢来 那老师 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观众 您怎么看 跟着像两位老师讲的那样子 向上有三番四斗 把这个学会了 对你有帮助 谢谢 好 选择信不清 谢谢 谢谢 谢谢